陆学者以狼为月分析中共红二代行为风格,上海学者朱学琴左四日在龙英台文化基金会厮杀龙发表《六十八年人》与红二代,怎么理解演讲? 图有为中研院人社中心兼任研究员前永祥,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学琴四日说出身红二代的中共新一代领导,是在文革背景下成长的一代人,敢于冒险也会以报一报。 行为风格可从狼群是怎么养成的来依亏究竟?朱学琴四日在龙英台文化基金会厮杀龙发表《六十八年人》与红二代,怎么理解演讲? 解析当前中共新一代领导的政治理念和行为风格是如何塑造而成?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他从1960年代的文革谈起,提到出身红二代的中共新一代领导成长于文革时期, 都是发动文革的时任领导人毛泽东精神,抚育出的一代人带着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的血统优越感,走上政治舞台。 朱学琴说1971年文革期间,中共二号人物林彪与毛泽东关系破裂并失事后,林彪之子林立果策划了刺杀毛泽东的政变这件事的正面意义说明红二代敢于冒险的性格, 也让人看到当红二代手中有力量,时事敢于以报一报的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中国大陆传出当时有人主张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太平的说法。 朱学琴说,这句话就是红二代传出来的当时红,二代多半赞成开枪,据了解仅有少数人反对,其中包括,不久前去世的陈小鲁,朱学琴认为外界并不了解,留着红二代血液,的中共新一代领导人是如何成长的。 他以有毒的土壤形容这一代领导人成长的环境并指可从狼群是如何养成的背后,一窥即为舒特的红二代成长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背景。 他还说羊是无法看懂狼的在问答环节,回应现场听众有关文革的问题时朱学琴说,中国今天发生的很多事,都是文革的后遗政文革,最大的破坏性是对人的根基的破坏。 这种破坏要经过好几代人才能恢复,此外对于中国的未来,他认为形势比人强。 在全球化,网络加上市场经济,一定能冲破铜墙铁壁,一定把中国带到一个更开放的状态。